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可能一个月要下好几百 上百万吧 对 就不仅在一个平台上 多线作战 然后还非常刻苦 对 现在年轻棋手大部分都是从网上 对 从大量的实战当中成长起来的 对 它也是一个典型吧 就去年伴随着在网上成绩逐渐变好 然后在现实中的成绩也是一直在上升 拿到了什么个人赛冠军啊等等一些突破 像柯杰啊 范军玉明 其实对 在追出他们的成长 对 也是都是这一批吧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就这个尖充其实大家下了很多盘爬下面 对 是不是有 刚才柯杰那一盘就是 对 爬 然后 对 就是爬 然后踢到 对 对 然后再挂脚 走完先连片 就之前柯杰有一盘 就是黑棋连片 然后走完 黑棋再跳回来 所以这盘其实呢 小顾肯定也是看了很多这些对战 然后他选择贴这边 但黑棋马上就跳 对 所以综合考量就是 包括Master的选点和他特别喜欢尖充来看 他可能觉得小飞就是怕尖充 对 对 对 嗯 然后白棋分头 对 一起B主 长形 对 下一手 下一步就是也是比较 比较出乎意料的 对 以前对局中很少出现过 基本上没有 可是一般来讲我们都是会 简直在这里靠啊 这种继续为自己的形式 如果不靠的话就是觉得被白棋飞压是挺难受的一个 黑棋只能从这个三路爬回去 比较不舒服 对 而且很现实这个事 那实际上下了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适应手吧 就是一个适应手的 比如说白棋想比较好的联络 可能就是顶一个 对 它可以顺势 对 顺势的就走起来了 这它好像确实效果会比较好 对 这个效果肯定是比靠好 好不少 白棋 白棋我们那天研究了 是可能顶一个会好一点 这样如果 如果会去 对 它可能会靠 然后白棋先搬这个 可以接住 白棋再点 这里搬呢 我就把那两个棋弃掉 就是大局一些 那两个子其实脚上味道还很坏 就是说还有一些点 脚上还有棋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白棋顶的话 黑棋也是有可能再继续脱线 在走这里 其实还是一个适应手 但是这样白棋是飞 山盘就是反击 先飞一下 但遭到了黑棋的就是强制性转换 这样就比较必然了 对 非常必然 但这个图就跟刚刚石哥给大家介绍的图相比 黑棋这个角上就比较扎实 比较扎实 这样 怎么来说这个转换 怎么来说也应该也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转换 比较接近 对 对 对 毕竟白棋也是就比较厚实的火了一块 安定了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不知道哪边大了 正常来讲 正常来讲一般是挂脚 对 可能黑棋觉得这边头比较高 然后可能是这种之类的 我觉得大部分棋手可能都会选择这种下方 对 但是这个 但是挂一面势必会伤害到另一面 对 他实战就是又下出了这个 对 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 也不是说最震惊的一次 是之前在 之前在一城的前几盘棋中 对 一个韩国棋手的时候 在第19手的时候就点进去了 然后当时也很惊讶 所以可能我们可以往接下来看 可能在这盘棋当中 小姑面对这一点的时候 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对 因为我们从他赛首飞就能够看出 他应该是已经就对比过这两个招法 他觉得哪个更好 我们第一次见 就可能大家 我们也再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 Master这个点角 大家一定要区分的一个重点 就是一定要记住的重点是不要搬沾 对 他并不是说一味的为了取控而把白棋撞后 他的梦想是有朝一日 对 继续去 进攻你 对 对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这盘小姑是单飞的 那么他单飞场就意思就是黑棋得顶我一下 然后再爬一下 对 就对比一下就是这样 这样 对 对 哪个好 这个也难讲 黑棋脚上更大了一路 白棋外面也更厚了一点 这是一个选择 然后点完脚之后再一分头 白棋逼这边 确实这样的招法是跟我们就是传统思维上差别比较大的 然后也是能比较带给其手启发的一些招法 因为他这蛮清晰的 就是先把你点脚 然后再走 然后再压迫你这边 对 就让你重复 对 然后我再一漏 对 我直接伸 对 二次进去 这是很清楚 其实就是可能前面的格局 就让黑棋走 觉得应该是一个取缔的一个格局吧 所以他就直接就这么下发 他也不去挂脚拆回去经营自己 觉得白棋全局来讲比较厚 他去那样拆经营自己 别人就打入 你可能估计拿不出什么好的攻击方法 所以就这么比较朴实的这种点脚啊 拆从压迹下 觉得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比较明朗化了 我们可能就对于这样的想法也有 但是可能不会在这么早的时候 就有这么清新的认识就取缔了 对 但其实他的招法就很直观的 判断出这盘棋不是模样棋 白棋是走这个 就是想把黑棋分断掉 黑棋就跳 而且这个局部的下发也比较简单 然后他就冲到断 他还是把自己走后了 其实中心思想 其实效果还不错 让之前的这两个子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他通过这样 对他在这个地方 很简明 先手 然后再把它挡回来 对 其实好像就完全包住了 所以他的目的就 虽然他是在捞地 但是他也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作战计划 你要吃吗 损了多一点 我也可以给你 对 像这样 现在局面应该还是挺接近的 嗯 白棋是钙的这个 这盘棋 黑棋跳向你 黑棋跳 对 对 对 黑棋是不是再又跳了一个 跳这个 先跳那个 对 对 然后白棋的下一手 是一个 就是 问题手 是这个 是这个 这个 就是 不知道 他是 他就是想从这边吃回来 因为这地方还有斑 黑棋还没有完全活 嗯 但其实来讲这部棋是让自己有了一点问题 对 他很损 黑棋 Master也是很敏锐地抓住这一瞬间 就这个地方 黑棋马上就是利用白棋这个地方的弱点 斑了一段 很巧妙的手段 这样主要白棋确实不堪受这种的 就是两边被欺负的 如果这样再被黑棋打一下外面拿走 这样的话 黑棋可能这个都是线索 这 这里跑出来 这个字还有用 这太痛苦了 对 这个 忍不了 对 但很直观地看到白棋现在走这个 这一次 这个字就有点尴尬 所以白棋只能契合 就是去外面 但这样就是很损实地的 对 这个脚被全部掏掉 对 这样就实地的平衡了好像 这里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他跳完一下之后 不走了 不走了 对 如果真的就不走的话 那好像白棋这一手还是补不了 补不了 补不了那么好 对 不会像实战之间就让黑棋没有什么 反正这也是他那种独特的地方 对 因为很直观地现在看白棋怎么补 我们看一下实战 实战它是跳 交换了一下 对 跳 然后冲 对 本身挡应该是个惯性思维 但它再回到这儿 那么被白棋吃过来的时候就 这白棋肯定补得比刚刚要好 对 但这样的话就形成转换 黑棋取地 白棋取食 这样 黑棋不知不觉 已经很多时空了 取了四个角了 不知不觉就很多时空了 就是跟他下集有一个感觉就是 走着走着木好像有点 他木很多就是 走着木不够了 对 其实这盘棋也是 就之前本来打入的时候觉得 还是差不多的局面 但是也许可能白棋这个地方 在现在这个局面下 外面没有里面大 但是总之下完这个局部之后 好像一点木 这个棋白棋又难了 后来就是白棋就是一直在追杀黑棋 但其实 那个有点勉强 是跳了一个吗 就白棋是先在这儿掉了几下 很简单 黑棋是做的 黑棋 黑棋是拆一 把那个捕住 然后白棋掉这个 靠住 对 然后 靠这个 然后 就拆了 黑棋跳 就很清楚好像 嗯 然后白棋把这边定型 定完型之后 很清楚的 傻傻的硬 很清楚的 就先扒了一下 抖一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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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你的 抖一抖 就如果白棋这儿不能冲击黑棋的话 嗯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冲击了 嗯 这地方 可能白棋还在需要补一个吧 然后大概有 就是算算 这种地方 加一个或者冲一个 大概有个 15木棋如果补一个 然后 然后 10 11 12 13 13木 这地方大概有 6木吧 6木左右 19 嗯 19 15 34 这边 1234567 还是67木 40木棋出头 40木差不多 嗯 黑棋这块是6木 嗯 这边 15 16 17 23 那地方 33 34 35 38 40 41 42 基本上这个是贴木 还有点 有余 嗯 刚才我们算的白棋这里要补一个 就等于是有这样一块的基础上该黑棋下 对 就差距虽然不明显 但是这盘棋的走势来看就基本都定型的差不多了 对 所以也比较难 所以能够看到就是白棋在补完这个之后 黑棋虎住之后 就是小姑也是对局面的形势判断很清楚 嗯 他就从这点开始进行了非常勉强的一个追杀 就整个看下来真的是有种甚至有种悲壮的感觉 就是应该是明知不可为但是还在拼搏这样的姿态 因为他找不到哪里就是可以去拼搏了 对 所以就从这儿开始去对这两块进行猛攻 但最后还是不行 就是Master这样的计算还是难不到他 嗯 对 所以这盘棋也是可能就白棋在这个地方稍微有疑问一点 但是马上就被黑棋抓住 对 嗯 所以黑棋还是给大家展现了一盘就是大局 它这个确实很精准的一种判断 对 这种点角 然后这一走 一分头一靠压 这种就是 这种思路我们 是需要借鉴这种思路 对 所以确实也很期待就是我们这些一线的高手 在去看了这六十盘之后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花时间去回味去体会去创新 然后结合我们现有的技术去提高之后的我们 也许以后有机会再去跟他 占一盘的时候会有怎样的表现 就非常期待 嗯 好那我们今天这盘呢 就解说到这里 然后感谢石哥的点评 然后也感谢其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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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